女人怎么驾驭婚姻让老公听你的 我做婚姻咨询快20年了 我真的发现啊 有一招可以轻松驾驭男人的方法 完全是真实的经验总结 你们一定要把这个视频下载保存好了 或者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 或者点赞搜藏 首先啊 我一定要跟你们说一个女人们常有的误区 就是你们总以为男人和女人一样 其实真的男女差异真的非常大 我举一个小小例子 如果你说一个女人不漂亮 大部分女人反应是什么呢 我要学习怎么样才能更漂亮 但是如果你说一个男人不帅 大部分男人的反应是 哼 你品味不行 你眼光太差 所以女人喜欢批评指责唠叨男人 以为这样男人就会改 以为这就是在教育和引导 因为女人一被别人说就会自责 就会反省就会改这样 但是男人真的不是 你越唠叨 他越觉得你是在攻击他 他就会洗头防御机制 轻则呢 厌烦逃避 重则反过来攻击你 所以你们看男人是不是最烦老婆唠叨了 而老婆呢 越唠叨 男人越冷漠跑得越快 那么怎么样才能有效引导教育老公呢 给他撒娇 注意啊 我说的撒娇不是让你娇弟弟说 哎呀 兔兔怎么这么可爱呢 我们不能吃兔兔 或者发点说 我要去吃饭饭 我要看海 我要逛街街 哎呀 你要是这么撒娇你脑龙肯定跑得更快了 你又不是二十岁岁小姑娘 这招不管用 当然了 撒娇也不是啊 那种有些出自难兆电视剧里的女主说 哎呀 亲爱的 我就要那双鞋吗 我就要我就要 然后还要什么 跺着脚晃着身子 半个无辜的 别说你一个成年女人这么撒娇了 就是你还这么跟你撒娇 你是不是都想动手 所以咱们千万别学这些特别low的撒娇方式 不光是女人自己受不了 相信我 哪也受不了 那么真正的撒娇是怎么样呢 其实撒娇是一套高情商的沟通技巧 比如说你老公晚上躲在厕所里 不知道和谁聊天呢 哪怕你可能觉得没什么事情 但是多多少少是不是有点心里很吃醋 很不爽很生气 这都是正常的反应 如果你等他出来 然后直接问他 你跟谁聊天呢 聊这么久 他肯定不会说 因为他被质疑了 本能反应一定是防御 所以他要么会说 没谁啊 要么就说你没事找事 你俩是不是就会因为这件事情吵起来 或者不吵你心里的疙瘩 还是结在那 而且这种吵架 除了会让你们关系越来越差 什么结果都吵不出来 那个心结就会永远打不开 但是如果你这么说呢 哎 你居然在厕所里待那么久啊 我觉得你应该是挺开心的 但是我在外面等你可不开心啊 谁让我就是这么小心眼 看你和别人聊得那么开心 我可吃醋了 然后说完了 你还可以加一些搞笑一点的说话方式 比如说啊 说我也要和你聊聊天之类的话 当然了你自己还想说什么 你自己可以劳补一下 那一般来说在这个时候 男人就会说 哎 聊什么聊 赶紧睡觉吧 那他说话的态度也会软下来 会跟你好好说话的 所以你不要不相信 你回家试一试你就知道了